这是两张彩票的故事 因为消费满三千元 店员强行送了这位社长一张彩票 在其后结账的总编 也拿着三千元的书 要一张彩票 回到公司 总编听到同事 讲了一个社长的故事 社长自幼家贫 父亲做矿工 得了费病去世 此时正知社长要升高中 老师追到家里 说阿胜苛刻第一 希望家长能让他继续上 母亲一把拍在阿胜背上 转头对老师说 上个初中就够了 穷人有穷人的命 阿胜没有违背母亲的意愿 第二天喜滋滋的 拿着初中毕业的奖赵回来 却发现母亲和其他男人跑了 自此阿胜心心大变 穷人的命到底是什么 他学着父亲进了矿洞 干着最苦最累的活 拖着疲惫的身躯出来 看着别人穿着板阵的学生装 去他的穷人命 他要换个活法 没钱就去收保护费 有钱就在厂子上潇洒 生活就这样如此往复 这天钱输光了 却又刚好看见一个老头 在河边钓鱼 阿胜拿着镰刀要收个鱼钱 老头没有丝毫慌张的说道 杀了我 你的运气就到头了 阿胜不明所以 老头继续说道 人的好运是靠积累的 做了好事就攒上 做了坏事就衰弱 杀了人 那就啥都没有了 这鬼话话成别人说 阿胜绝对不信 但老头抓着刀 眼神淡然 气息沉稳 像是不生不死之人 阿胜被吓住了 这一晚他又遭遇一顿暴打 难道好运真的用完了 自此他离开小镇 在东京的工厂打工 过着只为吃饱 无依无求的生活 突然那一天 看到同事在看书 曾经的学霸内心 起了一丝波澜 同事把书递了过来 语度管出版的 公则闲置诗集 翻开的一刻 灵魂开始抽气 不为风 不为雨 不为严寒和酷暑 有个强壮的身体 不吃不瘫 不撑不怒 时时笑容满面 每三百米蔬菜 万千世事 不求圣见 多听多看 紧记于心 其身山野 隐于茅屋 冬有病通 送药医治 稀有皮肤 割到孕粮 男人将亡 未接送别 北边欧豆 劝和纸伤 为干旱落泪 为严寒忧心 诗人说我傻 没有赞美 没有为难 如此之人 我愿为之 读完这本诗集 阿神的人生也变了 如诗集写的那样 过了十年后 他结婚生子 成了余渡馆的编辑 偶尔也会潇洒一下 今晚他自摸了酒帘登堡 整个麻将馆的人 都没见过这拍 对面的拍偶说道 这拍是要用命换的 阿神突然记起了 十年前河边的老头 这时电话响了 他家发生火灾 老婆孩子都在里面 阿神跑到医院 疯狂地吼着 还好妻儿都没事 只是十年积攒 灰飞烟灭 自此阿神戒烟戒酒 更戒毒 将走路打扫 当成兴趣 不买房 不买车 拒绝奢侈 仅维持生活需求 就这样一年后 他偶然买下了 海外不知名作家的 新书版权 瞬间成为爆款 一再重版 他把累积的好运 全用在了视野上 只是此刻成为社长 依然如此 听完这个故事 黑泽很感慨 另一边的总编 也要开始攒运气 随手将彩票 给了他平时 过分严厉的下属阿神 此时的社长 也看了一眼 梳理家的彩票 他希望千万别中 转眼好多天过去 大家基本忘了彩票的事 黑泽忙着看 中天为新人赛出的作品 画功还是不够精致 但已经进步很多 黑泽收下 期盼着能在编辑会议上夺冠 这样就能出版 虽然只是一画完结的小作品 却也能代表出道成功 内向的中天羞涩一笑 也充满期待 回到办公室的黑泽 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 阿人前辈 竟然偷吃了 自己最爱的黑椒奶油面 阿人指了指黑泽的桌子 那张彩票算是面前 黑泽看着彩票 突然激动 118 125 最后的5 和他们编辑部名字 最后的S很像 是个好兆头 这强行解释 主编直接晕了 这时伍白给黑泽 安排了一个任务 又到了清库存的日子 让他和小泉负责 不过社长也会去看 没卖出的书 为了不长期占用仓库 会定期报废 这一幕是社长最心痛的 回忆过往 是书本改变了他 今时今日 他还想用书本改变别人 所以年年他都来看 记住这个痛心的时刻 编册自己做更好的书 听社长这么说 黑泽内心激动 他也要做出更好的书 之后编辑部会议开始 要决出最好的新人作品 中天作品的打分 出现两极分化 黑泽慷慨称词 即使画面稍差 依旧可以靠内容吸引读者 给中天一个机会 他总有一天 绘画出振奋人心的作品 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总编发话了 既然咱们周刊 没有发过争议这么大的作品 那咱们就发一次 与众不同 也不一定是坏事 中天接到电话 他的作品发表了 他要出道了 打工的同事 嘲笑他痴人说梦 内向的中天不会回应 也不需回应 这个消息 也传到了三藏老师的工作室 首席助手 阿藏愣住了 他嫉妒 不甘 觉得世界不公平 对 这个世界 就是不公平 比如本该中大奖的总编 这时记起了彩票 118 125 中一等奖三千万 黑泽翻出来了 仔细一看 数字怎么变了 黑泽记起来了 那天处理库存 不想浪费运气的社长 要把他的彩票给小全 小全推辞不要 等公车的黑泽 也学着做好事攒运气 结果包里东西翻了一地 社长和小全跑来帮忙捡 黑泽随手拿过第二的彩票 小全也拿起彩票 重新加回了社长梳理 总别让给社长打电话 大家瞬间就散了 这东西咋说得清 空吧 社长此刻也发现中奖了 这怎么能行 运气绝不能用在这上面 外孙女刚好叫着要折纸 社长随手就给了她 让她尽情的折吧 三千万一减没 社长感觉运气又回来了 斗志满满的许愿 充满出来 充满肯定会出来 但是不是这三千万换的运气 就要讨论讨论了 当你不为风雨 开始埋头生活 当你借掉交涉 开始堵制理想 当你一心向善 开始纯粹自我 几十年如一日 换的人生转向 你说这是运气 我愿称之为修行 再回到最初阿胜的那个问题 穷人的命到底是什么 穷人的命就是修行 以一生的专注 修一个时来运转 我不是刚才发现